买SUV到底有没有必要买四驱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今天呢就把四驱跟你聊清楚 如果呢你是一个前驱 你又要负责拉车子 又要负责转向 累啊 就像现在的男孩子 又要还车贷 又要还房贷 压力太大了 如果呢是个后驱 前后比重 确实更均匀了 但是雨雪天气容易打滑 那四驱是啥呢 就是汽车的四个轮子 都能获得发动机传来的动力 那不就轻松多了吗 一个人干十份活觉的累 那四个人一起干 都舒坦了 关键啊 四驱的四个轮子 都有驱动 还都有抓地力 脱困是不是也简单了 但是有个问题啊 四驱一般都太贵 哈佛骁龙MAX呢 就给你一个又省油 又省钱的四驱 主打的就是四驱的性能 两驱的油耗 说个厉害的 你猜这台车的油耗是多少 1.78升每百公里 你不充电 5.5升每百公里 而且呢 它还是全系四驱 哈佛骁龙MAX已经上市 15.98万起的价格 我只想说一句 它的驾驶模式呢 可以纯电直驱 串联并联 9种模式 就是为了帮你达到 最优的工况区间 帮你省油 省钞票 哈佛骁龙MAX 电磁区产品力很强 但是却不贵 长城的HIFO 非常巧妙的 将原本位于前桥的驱动电机 移到了后桥 后桥呢 是单独的驱动电机 这样一来 就将此前的三电机系统 缩减成了双电机 降低了成本 直接拉低了售价 这台呢 是长城旗下首达HIFO技术的SUV 而且呢 动力可以前后50比50的分配 轴距2米8 车内的空间非常的绝 现在呢 前排我是一个非常舒服的位置 没有剪辑啊 来到后排 看一下 我的腿部适于空间 是不是再蹲一个小痘痘 也完全没有问题 看看前排车内座舱的质感 首先呢 WHUD 这是一个你用了就再也甩不了的配置 导航和道路信息一目了然 三个屏全部都是12.3英寸 还是贯穿超感悬浮纳屏 他们三啊互不干扰 什么意思 老婆干剧 老公导航 谁也不影响 往下看 这个配置无线充电 50瓦呢 不仅充电速度快 人家还自带散热功能 这不就很好地解决了 手机发烫的问题了吗 专注越野20多年的长城 现在决定卷四驱 将电四驱高昂的技术 全面普及到插混车型上 不仅呢 给老百姓更好的 还替老百姓省钱 这才是真正的价值体现 我对我自己没有信心 但我对他有信心 今天我要集结我的重庆车友们 搭着这辆全新菲斯塔N-Line 出发去天眼洞花岭景区 体验一下 惊险又刺激的岩壁飞拉达 现在我们已经集结准备出发 先来浅浅看一下外观 这浅脸啊就很猛 黑色宝石浅格山 来变个魔术 隐藏是风潮宝石LED日间行车灯 还有风潮LED后转向灯 一丢丢的小惊喜 尾部相要好看 必须要翘臀 人家也有名字 赛克西翘臀 这外观还是很有设计感的 双边四处排气 原厂的运动感拉满 哟哟哟这里还是一个小宽体呢 塔前是红色的轮毂是双拼的 看到它有没有觉得轿车的外观也不是那么千篇一律了呢 别以为性能很好的车内饰就不行 看看它呢 10.25英寸智能双连屏 D字形方向盘 钢琴式按键 N-LINE运动专属作用 只能说全新菲斯塔N-LINE的运动精英太强了 现在我们把它开起来 重庆山城公认的八地魔幻城市 不过呢 还好我们这次有全新的菲斯塔N-LINE 它的驾驶辅助系统呢 也很给力 像现在的山路 还有我们上午的高速路段 它的FCW前方碰撞预警 以及LDW车道偏离预警 还有后方交叉防碰撞辅助 都能帮助我们更好更安全的到达目的地 就算是在这样的山路上驾驶 也完全不用担心 它的1.5T发动机 还有200匹的马力呢 也是相当的给力 红色一键Sport加模式 按下去立马切换到赛道模式 像这样的弯道指哪打哪 毫无压力 赛道级的操控转向很精准 即使是山路也能轻松应对 不愧是赛道上调教出来的车 是不是意想不到 我把挑战极限的机会 让给了绿绿 我是第一个 五句话带你了解超跑 大牛和小牛的区别 大牛是V12自吸发动机 小牛是V10自吸发动机 第二点啊 非常的关键 就是开门方式的不同 这大牛啊 是非常帅气的剪刀门 而小牛呢 就是普通的平开门 第三啊 是排气位置的不同 像这台大牛呢 排气就是在中间 而小牛呢 是在两边 第四 600万到900万的大牛 它的前脸的大灯 是一个歪 250万起步的小牛 它的前脸是两个歪 第五点不同 大牛侧面的散热口 面积非常的大 而小牛只有它的一半 哎我还没说完呢 我一月工资5000 老拍摄谁受得了 这不520快到了吗 教教我粉丝 怎么分辨大牛和小牛啊 光有车不行啊 过节单总得送点礼物吧 我早就准备好了 送这个给女生 排面直接拉满 赫莲娜可是护肤品当中的超跑 它不仅是女生都喜欢的品牌 更是每个女生一生梦想 这套520限定礼盒设计 更是浪漫 白金紫的配色 特别又高级 上面这圆圈的英文 每一句都代表着 我爱你 这个我听过 它是护肤品里的贵族了吧 那必须啊 礼盒里 是赫莲娜的传奇组合 黑白绷带面霜 晚上黑绷带 白天白绷带 让你女朋友美丽一整天 送她就是告诉她 我对你的爱 不是怀言巧语 而是真正的用心呵护 男生送礼的满分答案 就是她了 咱记住一句话啊 送得好 才能体现你的用途 就像男生对梦中情车 念念不忘 女生的Dream护肤品 永远只有那一套 哦 差点忘了说 送别的礼物 你的女朋友不一定发圈 相信我 如果是赫莲娜520限定礼盒 那就一定 不错不错 礼盒留下你走吧 开保时捷的都是什么人 为什么富豪会选择保时捷呢 目前呢 保时捷共有6款车型 每款车型到底多少钱 分别有什么优惠 逗逗一个视频告诉你 好车有911和718 SUV卡燕和马抗 轿跑帕拉梅拉 纯电是胎抗 最便宜的是718和马抗 分别是56.5和57.8万 落地呢 我也给你们算好了 价格是70万和67万 精神图腾911 最低落地130万 卡燕和马抗一直都可以作为保时捷的销量单 卡燕是可以优惠到10万 马抗优惠89万 落地我也给你们算好了 分别是109万和62万 接下来再分享三个没用的小知识 第一 在二手车市场 马抗比卡燕要更保值 第二个没用的小知识 就是现在市面上最便宜的卡燕 是第一代的卡燕基础款 差不多5-6万就能搞定 第三 卡燕还有特别的车型 叫做卡燕Turbo GT 这个车的价格在250万左右 什么意思呢 它的价格可以买兵力 可以买兵力了 所以说呢 你在路上看到贯穿式的尾凳 排气呢 还在中央离它远一点 这三点没用的小知识 既劳了 都能帮你省钱 二手车市场 你想卖10台 未来可能只能卖一台 一分钟分享车圈的秘密 最近啊 这心事力炒的不可开交 这水局实在是太多了 我呢 就给大家说一下真实情况 毕竟啊 这新车水分太大了 所以呢 我们从二手车市场入手 但是你想不到的是 理想卖10台 这个特斯拉能卖20台 理想万啊 15万左右的收车价 我自己就是车主 这车是真的香 Model 3呢 15万5 二手车直接开走 我知道你们都想看比亚迪 点个关注 继续往下看 看看这销量排行榜 还是很有借鉴意义的 比亚迪呢 现在不好收 理由就一个 给的价格啊 车主可能不想卖 关于油车呢 我再多说几句啊 十几万的合资车 是最不好卖的 但是呢 宝马3系 A4L和奔驰C 是最好卖的 你要是买新车的话 A6 5系奔驰E 两年之内 也不会让你亏太多 点个赞啊 咱继续往下说 而且后面的一些呢 可能打破你的认知 30万 居然可以买到 二手的发现物 导致呢 X5 X6 Q7 根本没人买 关于豪华车啊 20多万呢 可以收宝马X5 30万呢 可以收奔驰的S 所以嘛 二手车的本性 那就是人性 再多说一句啊 不管是二手车 还是新车 那都得开销量 买汽车 座椅选的好 对你的健康大有好处 今天呢 分享一个干货 如果呢 你要买的是新能源汽车 我强烈建议大家 选择零重力座椅 因为呢 和普通的座椅相比 它有三个优点 第一个呢 就是受力点是均匀的 它不会长时间 局部出现塌陷 这样呢 就能减轻你身体的压力 第二点啊 零重力座椅呢 在靠背 还有骨架上 它都是有弹簧的 这样呢 就是乘坐者的背部 还有它的臀部 都得到均衡的支撑 第三呢 零重力座椅呢 可以让你的双脚 还有整个身体都悬空 就是更加的像太空舱 一样的乘坐姿势 这样呢 就达到一个舒适的目的 而且呢 它跟普通的座椅 材料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呢 有卫排的蓝山 问街的M7 还有自己的LS7呢 都是使用的零重力座椅 但是呢 也有不少车企 它是虚假宣传 咱们一定要学会辨别 别被忽悠了 我来给大家教两个分辨小方法 第一个就是 它的座椅的椅背的调节呢 如果都不是电动的 那它肯定不是零重力 第二个呢 就是零重力座椅的前端 都是微微上翘的 记住了吗 关注豆说新能源 带你解锁更多新能源知识